细节部分我就不赘述了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最后就是可以筛选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筛选什么 筛选鼠年牛虎兔豪 比如我就随便一个声响 虎好了 我要找是 我刚刚虎方面的成语 有哪些案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些都自动出现 那当然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哪些跟虎有关的成语 马上 不过因为这个地方要把它复原好了 这里面收入的成语数量 其实才1186个 其实数量应该不止这些 网络上你应该可以查到更详细的 就是有关成语的大权 我记得网络上应该也有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你如果假设拿到这个资料的话 要懂得应用 否则的话很多时候 即便给你很完整的资料 你也不会用 那就还蛮可惜的 OK有没有 甚至的话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查虎 然后查龙的话 所以12生肖 甚至你可以知道说 到底成语里面 关于12生肖 里面哪一个生肖是出现最多的 会是龙吗 龙好像没有虎多 有没有 好像虎还比较多 这好像就... OK 所以你会发现是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你的成语数量越多的话 那相对的话你就可以查到更完整的资料 其他还有也可以查解释 也可以查例句 或者是说像我记得教育部的成语词典里面甚至还有出自于哪一个出处 出自哪一个哪一本书里面 或者哪一个典故之类的 它也会有更详细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的来源资料越详细的话 那相对的你可以取得的资料也就越多 所以请各位自行在针对成语的部分做一个筛选成语 然后解释跟例句 也许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把它做一下 里面可以顺便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关格式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把这个要的资料 而是要把那个找到的资料格式化的话 比如说我要找辅 把辅的部分也帮我把底色 就是标一下黄色 OK 马上OK出现了 你会发现底下 在哪个位置呢 因为它按照笔画 所以你会发现它应该还蛮下面的 在这里出现了 这边有一个福加福威 OK 然后在底下 郎春福燕 所以好像都不是什么好的 福加福威 好像跟福有关的都是比较负面的 扬虎为患等等的 扬虎色变 吊虎离山 诸如此类的 OK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它清楚的话就按一下格式化清楚 那就可以马上把资料都清空了 当然同样的你也可以放什么 放 诗词曲我刚刚有提过 你把整首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安排 这个资料的多跟寡 怎么去排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自己也要动一些脑筋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给做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一个变化题 所以剩下的时间 请各位自行再针对 成语的部分 再做一个变化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今天的话 大概原则上 就是跟各位讲 有关用简单的VPA程式 做一个查询系统出来 我们查询的主要是针对 如果是数字有数字的查询方法 如果是文字也有文字查询 文字主要用关键字查询 大概会有两种不同的栏位形态 然后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另外再找其他的资料 做一些其他的衍生变化 那不同的栏位 也许我今天可以找到我要的资料 除了可以用Autofeel的筛选到资料之外 再来就是一个变化 就是格式化 就是帮我把找到的资料底下 再帮我填上颜色 OK 然后也可以把颜色给清除掉 大概就这两种方法 当然未来你的应用面还可以更广泛 如果其实大致上都可以从这边去衍生 看你要怎么样 让针对找到的资料做后续的处理 至少会比你用人工的方式去查找资料 当然会快很多 所以尽量善用你手边的工具 真的可以让你的处理资料的速度 真的是快上非常多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着把刚刚我们的这些方法 用在成语上面 试试看